Note 9比較厲害 這個就是傳說中的擊敗值 那麼多擊敗我們來看一下顏色 顏色比較擊敗一點點 那通常呢可不可以直接用可以的 那我現在很擔心把它弄破 弄破我就要買給它了 那沒關係買就買啊 好漢做事好漢當 小丁做事小叮當 那麼這件事情我就跟它弄上了 好擊敗值嘛對不對 好它擊敗值配了一個很特殊的一個筆 叫做 擊敗黃 為什麼會紙配黃 我都不懂 顏色可以選嗎 不行那是藍配黃 喔是藍配黃喔 而且只有藍色有狀色 只有藍色 其他顏色都是那個顏色的筆 好 擊敗藍配上的擊敗黃 這什麼目的我們不懂 但是就只有這一隻呢 比較擊敗顏色配的不一樣 好我們可以直接就上去了 不需要做任何的更動 好 這樣子再推一下 盡可能的這樣子把它靠緊 全世界的穩定器都沒有考慮到手機殼 因為呢 手機殼好像我們很多外國朋友來 我發現他們都是邏輯在用 那有些日本的朋友 他們四個人拿來只有一個人有手機殼 那在台灣呢 買手機沒有殼 好像人走路沒有穿衣服 差不多這個感覺 好 那 這個呢 待會我就直接這樣摔在地上給你看 好 那麼 那個臉已經不一樣了 1 2 3 4 他知道老闆會負責到底 所以 再摔他又換成擊敗紅 1 2 3 4 好 那麼你就破水平了 這是他的一個特色 好前面已經講了很多他的功能 我們今天又不再講這些東西 就告訴你 M4S今天起 Note 9 直接使用 直接使用 然後自己擺位置 歸正 力量都很夠的 好 那麼你要補光也可以 再加個補光燈 那麼接下來我們要講的是殼 Note 9 比較厲害 好 那麼他比較厲害 比較在哪裡呢 那支筆 基本上就是說 你可以遠遠的地方就可以 剛剛我要跟他講就是說 他可以買一個遙控器 就可以遠端 可以拍照了 這個擊敗人呢 很棒喔 他就直接把筆拿出來 他說我的筆就可以拍了 所以他不用買遙控器好嗎 這也是這支的特色啦 比較厲害 好再來呢 我們接下來要裝殼 UAG的殼最大的特色是怎樣 各位 UAG最大的特色就是 來借我一下 繼續拍 剛剛就是UAG殼呢 馬上先摔給大家看 又可以繼續錄 還在錄嗎小七 呵呵呵 好 那麼UAG的殼摔了之後呢 有看我那一集UAG的介紹嗎 我拿兩支iPhone8 iPhone7、iPhone8 這樣子 玩打擊樂器 然後玩完之後就擲筆 拿來這樣 哎呀這個 我們家這個同事呢 會不會 今年會不會跟人家撤呢 然後這裡就往上一丟 然後不當擲筆再用 所以以後廟宇呢 都要配那個 有UAG殼的手機擺在神桌上面 讓人家擲筆用 那麼這樣廟宇的那個 香火錢就會 特別的多 因為 會敢打給大家就比較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香油錢就多 好這個拆掉 這個拆掉 那麼這個也拆掉 我會建議你都拆掉啦 都拆掉 拆掉會比較好一點點 這個就是它的隱藏功能 就是拆了之後呢 它就變成了一個 可以完全相容的什麼呢 完全相容包覆的一支 穩定器啦 完全包覆完全包覆 就不會出去了 不會出去可以用的 但是有個缺點 它雖然可以用 可以用 可以用 但是它有一件事情大家要知道 這個